大家好,我是阿洋,是海拉魯的生態觀察家 今天的我是一隻Poker布林 看看我那傲人的耳朵,極可亂真的膚色 就算我進入到Poker布林的生活圈 也絲毫不會產生任何的懷疑,對吧? 每隻Poker布林似乎都很迫不期待的跟我做朋友 所以這次我要來觀察 Poker布林 哇,媽,我在這,我上鏡頭啦 這Poker布林的叫聲怎麼這麼討厭 身為曠野知識裡面的搞笑單當角色 真正的雜魚,會移動的雜草 你以為他真的是雜魚嗎? 這些,這些和這些怪物裡面 人家Poker布林可是有出amiibo來騙錢的喔 你人馬來尼爾想騙還沒有人 對啦,我就是沒人緣不討喜邊緣人 每次在野外只有孤生異人沒人喜歡我 大家看到我就是想搶我怎樣的裝備 而且你看看他們每次都一群人出現 還是一起在外面野獻呢 Poker布林是如此的現衝,生活豐富 就像是個大家族一樣 看著孤生異人在海拉魯冒險的我們是恨得牙癢癢 哼,你這邊緣人,遊戲裡面也是邊緣人 過分了啊,Poker布林 先來看看大師之書的介紹 Poker布林是海拉魯中最常見的怪物 他們誕生的時間非常早 他們散布在整個海拉魯大地上 組織非常的鬆散,但會建造據點來抵禦敵人 雜實性非常暴力,喜歡吃肉 但也很喜歡吃水果 獸獵對他們而言就像遊戲一樣 就這樣,沒了,這介紹實在太短了 就跟他那根一樣短 欸,你這人生攻擊啊? 我說的是頭上那根腳 接下來就讓我這Poker布林生態觀察家 帶你來了解關於他們的故事吧 Poker布林有故事,只是長相事故 欸,這還是人生攻擊啊 第一個,首先當然是名稱的由來 Poker布林的名稱 Poker布林 磁源是來自於哥布林、Goblin Poker磁源的意思,例如Pokopoko 常常挨打的意思 身為海拉魯最底層只比雜潮高一階的生物合理 還有一種我自己覺得的 Bow類似是小朋友 我覺得比較像《跨野之奇》裡面 Poker布林那種貪玩又萌又呆的表現 此外,說起哥布林和Poker布林 兩種生物某種程度上來說不太一樣 真實的哥布林非常殘暴 最原型當然就是我們JR托爾金筆下的哥布林 但我們Poker布林多乖 假如會攻擊你,那一定是旁邊的摩利布林帶壞他的 反正最多最多也只是下下路邊的女人而已 不過在生態上兩種布林也算很類似 都喜歡待在強大的生物旁邊 JR托爾金當初設定的哥布林就喜歡與獸人成群 Poker布林當然不免除了喜歡把大隻的摩利布林 當成大哥一樣崇拜並跟隨在身邊 8加9的味道非常濃厚 而他們大哥摩利布林也常常拿他們去送死 直接都拿起來丟了喔 飛高高 等等,你只有飛,沒有高 大家不覺得這動作設計很地域嗎? 哼,我是不會啦 哼哼 Poker布林比你想的還要古老 我們可以從法醫對Poker布林評論來得知資訊 法醫就超級電腦嘛 法醫,告訴我Poker布林是什麼 好的大師,去他的 Poker布林這些只穿內褲的混戰魔物 原來法醫這麼兇的嗎? Poker布林幾乎是海拉魯誕生時就有的種族之一 自古以來就一直困擾著這片土地 並且跟女神大戰 所以法醫痛恨他們似乎情有可原 而且最早最早就跟隨在邪惡之源中焉者的身旁 所以那些什麼人馬、守護者甚至加農 菜!菜刀爆!什麼加農人馬 看到我還要叫一聲學長啦 呃,是是是,叫學長還行 每隻都有不同的角色,武器也各不相同 更喜歡成群結隊的行動 關於內褲就是他該兵那個兜擋布啦 這個設計是參考日本文化中惡鬼的穿著 由於在玉天之間就登場了Poker布林 這個時間點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是很早很早以前 打個廣告 你不知道的話呢 請看海拉魯的歷史系列EP1 這系列很久沒更新了耶 Come on,我這叫醞釀 Poker布林的進化石 Poker布林的特徵 豬鼻子兼耳朵 而且頭上帶根小角 目前確定是定形成現金的設計 在下一座序邊也確定會登場 差不多的外觀只是那根角會變得很長 比我的短一點大概是30公分左右吧 這就有點吹過頭了啦 你頭上沒腳啊 Well…你說呢 Poker布林的種類有了許多種 歷代以前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Poker布林在遊戲裡面最早登場於風之律動 通常有綠色、紅色和藍色皮膚 不是,那有點醜有點烏魯人啊 喔那沒關係 曙光公主有再度登場 但是由於遊戲風格的關係 長得就…還是蠻醜的 欸?公三小 之後來到玉天之劍作為最底層怪物登場 而Poker布林呢 也開始變得可愛也不願化起來 首先當然是紅色的Poker布林 這是最原始的Poker布林 還有可以使用弓箭的Poker布林 玉天之劍裡面還多了幾個變種的Poker布林 例如科技布林 科技布林呢 生活在拉尼爾地區的更早之前 當我們使用時光石的時候 地上的殘骸會化身成科技布林 這科技布林呢 說實在應該是最強的科技布林 身上的裝備不但看起來非常時尚 防風鏡、防風帽 連衣服都看起來像是纖維的 而且手上的武器還是高科技的電棒 我突然有個大膽的想法 請停止你那大膽的想法 來到古老大石窟裡面 會遇到另外一種被詛咒的Poker布林 俗稱殭屍布林 雖然這些殭屍不會用武器 看起來身體也不算完整 但他們具有極強的防禦能力 可以承受更多的傷害 某一幕,靈克爬城的時候 一群殭屍布林在後面追 算是為數不多的煞達傳說恐怖場景喔 遊戲的後期 藍色Poker布林會取代紅色Poker布林 路上的Poker布林基本上全被取代成藍色 體力攻擊力也變高 甚至連動作都會比較靈活 當然來到曠野之奇 除了剛提到的紅色和藍色 又新增了幾個顏色 黑色算是高度危險的Poker布林 體力值比起一般的Poker布林高多了 白銀算是一般遇到最強的Poker布林 Poker布林的體色會變化是因為加濃的魔力影響 影響的多寡也會決定個體的強度 而白銀色就是被加濃魔力影響最深的一個 皮膚變成蒼白身上的紙條紋就是加濃魔力的象徵 另外一個則是稀少種金色Poker布林 當最強的白銀Poker布林被雷擊中之後 就會變成金色Poker布林 哪天使出雷之呼吸我也不意外了啦 當然還有一個在晚上才會出現的骷髏Poker布林 嚴格說起來分類其實已經算是骷髏類的不始祖了 而不是布林一家只不過大家都看得出來原型是誰就是 再來Poker布林的實性 為了能夠更好地觀察他們 我決定替他們打造一個居住場所 於是我挑好了地點把一堆金屬箱排好排滿 做出基本的輪廓 最後把司令台清空 這邊就是我的舞台了 於是最棒的Poker布林生態箱就誕生了 歡呼吧Poker布林們 雖然大師之書有提到他們是雜實性 雜實性到底有多雜 首先我先弄一個列表 果實當作是豆類 蘋果是水果類 然後有草類、蘑菇類 肉類有瘦肉、魚肉跟蜥蜴肉 蜥蜴肉聽起來很噁 但不會我們寧可常常在吃嘛 再加個青蛙、肉跟蟲好了 雖然他們是已知用火的文明種 不算是一般的動物 但是烤熟的我們可不吃呢 我們只吃生食喔 看那你們生火生心酸的 放飯時間到啦Poker布林們 WOW 實際上是水果 果實、水果、瘦肉、魚肉 他們都很愛吃 植物類的呢只吃蘑菇 不喜歡吃草 至於比較噁心的蜥蜴、青蛙跟蟲 丟出來居然是活的 那上次我身上的魚為什麼是死的 害我水族館計劃失敗 3號他們不愛吃可能是抓不到 於是他們的食性這下完全判明啦 這樣看起來呢 在海拉魯生物鏈裡面 算是上局獵食者 排在雜食的這一集喔 至於最top的 當然是什麼都吃的那個男人 嗯 連你們的肝臟都會吃喔 再來是Poker布林的生態 Poker布林作為最普通的敵人呢 我們經常在原始的怪物據點中遇到 晚上呢 他們通常在營地或據點內休息 白仙則是獸利野豬啊 野鹿之類的 據點的規模 在萬年前御天之間時代 已經可以發現有一般草屋跟瞭望塔的結構 來到萬年之後呢 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算是某種程度的進化成 住在某怪物的頭骨裡面 看來他們也知道這頭骨非常的堅固 建築物也變成可以蓋成高樓大廈類的樹屋 儘管還是只能使用木頭制裁啦 但由此可知他們有一定的建築知識水準 營地意識也非常強 除了野營地之外 一個據點至少有一個到多個Poker布林 在小型瞭望塔上面戰哨通常是弓箭手 要是發現敵人入侵就會吹喇叭 可以確定呢 他們也有一定的手工硬能力 一般的Poker布林會携帶自製的Poker棍棒 弓或是長牆這種簡易自製的武器 但也能聰明的利用龍骨這種高等素材來做高等武器 他們算是聰明的拾荒者啦 會撿海莉亞人的武器來用 不過呢更像是什麼都撿 連小手部的都撿 海莉亞人的武器對他們而言是更高等的武器 通常也是高等的Poker布林在使用 這也算是階級的象徵吧 鬥爭心非常強 假如手上跟附近沒有武器了 讓他們連石頭都會拿來丟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他玩傳接球的遊戲 真是可樂的熔熔夢 雖然會狩獵一般的生物 但絕對不會去狩獵馬匹 反而會訓養馬類當作騎 應該是慢慢從海莉亞人學來的技巧 假如你夠有耐心引導他們 你變成馬幫老大也是沒有問題的 We are family 野營的時候都會聚在營火旁邊 會圍著營火跳舞 睡覺也圍著營火變成一些大自行的姿勢 還真沒看過側躺 但是非常笨 連枕頭都著火了也會照睡 然後就... 自己都著火了 傻爆人 在火園附近裝備木製近戰武器的時候 還會點燈他們的武器 來當作火屬性武器 由此判斷 對火好像有特別的喜愛 因為波克布林沒有游泳能力 非常的怕水 所以在卓拉族的領地 幾乎找不到波克布林的群聚喔 再經過與波克布林的一整天相處下來 最後我的研究表明 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淳樸 他們的部落古老歷史 就好像是海拉魯大陸的原住民一般 他們有自己的傳統文化、語言和習俗 他們用他們卓越的生存技能與相當程度的智慧不斷地成長 並且與海拉魯這個大自然共存著 當然啦 因為邪惡勢力的影響 讓他們對我們人類懷有敵意 但我們不能怪他們 要不是某人 常常從他們的營地大肆破壞 並且掠奪他們的財產 才讓他們如此敵視我們 阿老哥為什麼那家好一直搶我們的寶箱? 小聲點老弟那可是勇者大人啊 我們不能說他們是怪物 我們大家應該拋棄偏見 代表著全體海拉魯居民 與他們建立友好的關係 請與我一起加入波克布林友好計劃 一起守護這片美好大陸的每個生命 阿羊你是不是又在講幹話了? 即使…